打己害笔竿 因此咒王一直催促着崇侯湖 希望这台早点完工 崇侯湖督促工人日夜的赶工 也整整照了两年零四个月才完成 完工以后 咒王跟打己一起到台上去参观 然后就下令在台上摆了酒席喝酒 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 咒王向打己说 记得你以前说 这台建筑好 会有仙人仙女来 现在露台建筑好了 不知道仙人们什么时候来 打己本来只是说着玩的 没想到咒王会认起真来 他想一想 跟咒王说 仙人仙女要在月光很亮 很皎洁的晚上才肯来 咒王说 今天是初十 再过几天就是十五 月色一定很好 我想在那天见一见仙人仙女 好不好 打己不敢再推脱 只好含含糊糊的答应 到了十三日的晚上 等咒王睡着了以后 他原形出窍 飞到曹哥南门外的轩辕粉里 九头野鸡精跟其他狐狸们都来迎接他 九头野鸡精抱怨道 姐姐今天来这儿干什么 你在王宫里享福 也不想我们在这儿多凄凉 打己说 妹妹 我不是不想念你们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请你们去 现在露台完工了 天子要见仙子仙女 我想你们可以趁此机会 在十五日的晚上变成仙人仙女 去露台享受天子的宴会 不会变的就留下来看家 野鸡精说 那天我恰好有事情不能够来 会变得只有三十九个 打己吩咐了以后就回到宫里 第二天咒王问打己 明天就是十五了 不知道仙人们来不来 打己说 明天您叫人在露台摆三十九桌酒席 分成三层 到时仙人们自然会来 咒王很高兴 又问 要不要一个陪客 给仙人们蒸酒 打己说 最好派一个酒量大的大臣做陪客 咒王说 在全朝文武百官中 只有笔干的酒量最大 就派人去把笔干叫来 告诉他陪客 告诉他陪酒的事情 到了十五日的晚上 酒席摆好了 咒王打己跟笔干都在露台上等仙人们来 打己跟咒王说 仙人们来的时候 您最好不要让他们看到 否则他们以后就不会来了 否则他们以后就不会来了 胡椒味还是变不了 笔干闻到一阵阵的胡椒味 觉得很奇怪 心里想 仙人们身上怎么会发出这种味道 可是他只能闷着心里 不敢吭声 笔干每席陪喝一杯酒 一会儿三十九席都陪到了 他的酒量很大 喝正一点儿酒 自然不在乎 打己又叫他陪喝第二杯 笔干又像每席蒸了一桌 又像每席蒸了一杯 酒量大的狐狸 还勉强能忍受 酒量小的都醉了 把尾巴都脱下来了 可是打己不知道 仍旧要他的子孙们喝 笔干向第二层的酒席 进第三杯酒的时候 第一层的狐狸 都已露出了尾巴 在月光底下 笔干看得很清楚 非常后悔 心里想 我堂堂一个丞相 没想到 竟会来给这些妖怪们 敬酒 真是丢脸丢到家了 这时候打己也已经看到 小狐狸们露出的尾巴 怕他们显出圆形不好看 就叫笔干下台 笔干下台回家 心里很不高兴 走了没多远 遇见黄飞虎带着一队人循接 黄飞虎问笔干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这时候才回家 笔干就把刚才向狐狸敬酒的事 的事情讲了一遍 黄飞虎说 黄飞虎说 丞相请回去 明天我自有办法 笔干走了以后 黄飞虎就叫黄明 周济 荣环 吴谦 各带二十个人 分散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等候露台上那些狐狸 狐狸们因为喝醉了 不能驾妖风 只能用走的 他们到南门的时候 已经快五根了 南门开了 周济跟在这些狐狸的后头 一直跟到南门外三十五里 看着他们钻进轩辕坟旁边的一个石洞里 才回城 第二天周济把他所看到的情形 报告黄飞虎 黄飞虎就叫周济带三百个人 跟大量的柴火去轩辕坟 他们把柴塞住洞口 放火燃烧 从早上一直烧到中午 洞里的狐狸 不管是会变的 或者是不会变的 都被烧死了 兵士们把烧死的狐狸 爬出来 一看都是 焦毛烂肉 臭的不得了 比干不放心 去见黄飞虎 黄飞虎 领他去轩辕坟 比干看见有很多狐狸 毛皮还没有烧焦 就叫兵士们把没烧焦的麻皮 毛皮剪出来 把皮剥下 精致成皮袍 送给周王穿 好叫打紧看到 有所警惕 这天周王跟打紧在露台上 喝酒玩乐 突然手下人来报告 说比干要见他 周王就派人去叫比干上台 比干把狐狸皮做的皮袍 送给周王 周王很高兴 下令请比干喝酒 打紧在竹帘后头 看到这件皮袍 都是他子孙的皮做的 心里像刀割一样 咬牙切齿地骂道 比干你这老贼 我子孙喝了天子的酒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不挖出你的心来 不解此恨 一天 打紧向周王说 我有一个结拜姐妹 姓胡 名字叫喜妹 长得比我还要好看 您要不要见见他 周王自然一百万分的愿意 当天晚上 打紧就去轩原坟找野鸡精 把他打算害比干 替烧死的子孙报仇的计划 告诉野鸡精 要野鸡精变成一个美女 去宫里事后周王 好一起害比干 野鸡精自然答应了 就变成一个比打紧还要漂亮的女人 跟着打紧一块往 一块住进宫里 周王有了打紧跟胡喜妹 一天到晚跟他们在一起玩耍 把国家大事都认在一边 一点也不管了 一天打紧胡喜妹跟周王 在露台上吃早饭 忽然打紧大叫一声 跌倒在地上 把周王吓出一身冷汗 脸色发青 周王向胡喜妹说 这几年我从没有见到 见她有过这种病 真怪 胡喜妹假意点点头说 姐姐的旧毛病发了 以前我们在冀州的时候 她就有这种心痛的毛病 常常发作 冀州有一个医生 叫张元 她用的药真妙 是一片玲珑心 煎汤给姐姐喝了 这病就好了 周王问 我马上派人去冀州 叫张元来好不好 胡喜妹说 这怎么行 从这儿到冀州 你想想看有多远 一来一往要一个多月 等她来了 姐姐恐怕早就死了 如果曹歌城里有玲珑心 向她要一片就好了 周王问 谁有玲珑心 我们怎么知道呢 胡喜妹说 只有雅象笔竿是玲珑心 可是要怎么向她开口呢 不要紧 周王说 她是我叔叔 难道这一点事情 都不肯答应吗 就写了一封 亲笔信 派人送去给笔竿 笔竿接了信 正在疑惑 忽然又送来了一封 她一连接了六封 周王的信 催她赶紧去露台 最后一次送信的叫 陈青 一向对笔竿很钦佩 就把打起心痛 让她借一片玲珑心的事情 讲了一遍 笔竿听了 骨都吓掉了 就向妻子跟孩子们告别 临走的时候 她想起了以前江子牙曾经留下一张纸条 要她在遇到紧急事件时看 于是她就拿出那张字条 来看 上头写着她今天的遭遇 并且告诉她挽救的方法 看完她赶紧叫人送来一碗水 把姜子牙留给她的符 她大骂周王说 她大骂周王说 你这昏君 心去了一片 我就要死了 我死没有关系 恐怕你的江山也快完了 周王生气的说 我要你死 你就得死 如果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叫五四抓你去 剖肚取心 笔竿一边大骂打几 一边叫人拿剑给她 她拿了剑 就把自己的肚子剖开 伸手到肚子里去 把心掏出来 扔在地上 然后把长袍遮住肚子 转身就走 奇怪的是 她剖开肚子的时候 没有留一点儿血 文武百官正在朝廷外 打听笔竿的消息 看见她出来 都跑过来问她 笔竿不吭声 低下头快步走着 脸色白得像纸 出了朝门 骑上手下替她预备的马 向北门去了 笔竿骑上马向前飞跑 跑了约五六里 忽然听见路边有一个女人 手里提着一个篮子 叫卖无心菜 笔竿就勒住马 问那个女的 什么叫无心菜 那个女的回答 就是没有心的菜 笔竿问 人如果没有心怎么办 那个女的说 人没有心就死了 笔竿听了大叫一声 从马上摔下来 胸腔里的血 立刻直向外流 原来江子牙 早就算出笔竿会有这一天 她留下一张符 叫笔竿烧成灰 跟水一起喝下去 可以保护五脏 因此她能够 跑度取心 起码出北门 而不出血 也完全是福的效用 如果那个女人回答 人没有心 还能够活 笔竿就死不了 而那个卖无心菜的女人 原来就是打几遍的 笔竿挖心的时候 她躲在后头看 见笔竿剖开肚子 没有流血 驱子一算 算出笔竿喝了 姜子牙的腐水 就立刻变成一个卖菜的 到笔竿前头去等 结果笔竿还是死在她手里 笔竿还没有下葬 文太师打了圣仗回来 黄飞虎把朝廷里 所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她 文太师气得不得了 第二天一早就去见咒王 要咒王去掉袍洛的刑罚 拆掉露台 废掉打几 杀掉废众游魂 一共有十项建议 要咒王实行 咒王只答应七项 露台不肯拆 打几不肯废 废众游魂暂时交司法机关审讯 没想到第二天消息传来 说东海有诸侯造反 文太师又率领了二十万人马 匆匆忙忙赶去东海 文太师一走 咒王就叫人把废众游魂放出来 依旧做原来的官 结束